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好 在前两讲 我们讲了基础器的分析方法 以及二进制基础器 那些基础器都是由处发器构成的 而在实际的数字系统里边 我们经常用的是集成的基础器 也就是把常用的一些基础器 集成在一个芯片上 而最常用的集成基础器 一种就是二进制基础器 一种就是实进制基础器 在基层技术器里边 有同步的二进制基础器 实进制基础器 有异步的二进制基础器 和实进制基础器 而在基层的技术器里边 为了集联扩展 和在实现其他的实际电路的应用 更为方便 就又引出了一些输入端和输出端 因此在这一节课里边 我就要介绍 基层技术器的种类 它们的基本电路 它们在构成上的特点 它们增加的输出输入信号 在使用的时候 是如何来进行集联扩展 以及如何实现其他的实际电路的 第四十八讲 集成技术器 在这一讲里边 介绍两种集成技术器 一 集成二进制技术器 二 集成实进制技术器 首先来看一看 集成二进制技术器 一 集成二进制技术器 在集成二进制技术器里边 种类很多 我们第一个就来看一看 一部二进制技术器 接下来一种典型的一部二进制技术器 就是74LS393 它是一个双次位二进制技术器 这里头的双表明的就是 在一个芯片上 有两个二进制技术器 看一看它的逻辑图 这就是74LS393的逻辑图 左边所构成的 是一个独立的 四位二进制加法技术器 后边构成的 也是一个独立的 四位二进制加法技术器 我们来看一看 构成这个技术器的各个处发器 构成这个技术器的各个处发器 都是剔撇处发器 而且 它们都是下降炎处发 在这里 引入了一个CR端 这个CR端 注意 进去之后 接了一个反向器 这是缓冲门 然后它接在了 四个处发器的 R底反上 这里需要的是低电瓶有效 这是个反向器 因此CR它是高电瓶有效 当CR出现高电瓶的时候 给各个处发器都直零 所以这是一个技术器的清零端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 它是一个异步的加法技术器 而且是下降炎处发 所以它们分别把低位的Q端 接到高位的技术输入端 或者叫做处发外充的输入端 这个呢 就是74LS393的方框图 而我们在实际运用集成电路的时候 常常不需要读它内部的图 而通过它外部的方框图 来了解它的功能 这就是74LS393的方框图 左半部分 是一个4A2进制加法技术器 右半部分 也是一个4A2进制加法技术器 在这里 CP1是左边技术器的 技术脉冲输入端 CR1是左边技术器的 清零端 CP2是右边技术器的 技术输入端 CR2是右边技术器的 清零端 框外加上小圈 表示它们是下降炎处发的 技术器 这样一个双4位的 二进制加法技术器 可以给它连接成为 八位二进制加法技术器 我们来看一下是如何连接的 用一片 C4LS393 可以结成八位二进制加法技术器 把左边这一片 作为第四位加法技术器 把右边 这四位二进制技术器 作为高四位的加法技术器 按照我们前面所学过的 二进制一步的接法 它是下降炎处发的 因此就把 左边的最高位的这个Q端 接到右边技术器的CP端上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八位二进制技术器 注意 这是它的最低位 Q0 Q1 Q2 Q3 右边这片的最低位 是Q4 Q5 Q6 Q7 整个技术器的技术脉冲 应该加在CP1这边 而当把CR1和CR2 接在一起的时候 构成的这个端 叫做CR 它就是这个八位二进制 加法技术器的清零端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讲了二进制技术器 我们理解了二进制技术器 它在构成上头的方法 就可以利用位数低的二进制技术器 即连扩展成位数高的二进制技术器 因此我们学习内部的结构 是为了更好的来使用它 这就是二进制的一部技术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二进制的同步技术器 同步二进制技术器 举例一个形化是74161的 一个同步四位二进制加法技术器 这是它的方框图 从方框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引出的输入和输出 比刚才所看到的图 就复杂一些了 这是它的CP输入端 这就是作为技术脉冲的输入端 Q0一直到Q4 就是它的四个处发器的状态输出端 除此之外 我们又看到了 CR反 LD反 D0到D3 S1 S2 和QCC 这里 这些都是作为它的输入端的 而QCC是作为它的输出端的 所以在基层电路里边 我们会看到 除了完成基本功能之外 增加了一些输入端和输出端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对这样一些输出端和输出端的一些 最基本的问题 来进行一下分析 在基层技术器中 越来越使用灵活方便 除了有基本的功能外 还增加了清零功能 质数功能 禁位 输出 等等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 就是关于清零功能和质数功能里边的一些一般问题 首先 清零端有两种不同的清零端 一种 叫做异步清零端 所谓异步清零端 就是指 无论CP端处在什么状态 只要清零端为有效电瓶 技术器就清零 这里非常重要的 就是无论CP处在什么状态 清零端为有效电瓶 技术器就清零 也就是清零信号与CP无关 清零信号与CP无关 这样的清零信号就叫做异步清零端 与它相对应的 有一种叫做同步清零端 它和异步清零端不同之处就在于清零信号和CP有关 不但清零信号为有效电瓶 而且必须有CP处发炎到来的时候 才使得技术器清零 也就是它有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就是清零端必须是有效电瓶 光是清零端有有效电瓶不行 还必须是在CP处发炎到来 这个电路才可以清零 这样的清零端叫做同步清零端 从异步清零端和同步清零端 这样一个分析上我们不难得出 这里的同步和异步指的是它和CP的关系 和CP有关的叫做同步清零端 和CP无关的叫做异步清零端 以此相对应的 在技术器里边还经常引入 质数的功能 质数功能呢 它是由一个质数控制信号 质数的控制信号 一般称为LD或者是LD反 写成LD的是高电瓶有效 写成LD反的是低电瓶有效 首先控制端要出现有效电瓶 然后呢 它有一组数据输入端 这个数据输入端的数据 输入的数据 是和组成技术器的 处发器的个数对应的 当处发器有N个的话 那么它就应该有N个数据输入端 这两个信号相配合 就能够把数据输入端的信号 植入技术器内部去 暗位植入到技术器的里边的 处发器里面去 对于这样的质数功能 仍然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 就叫做异部质数端 异部质数端指的是 无论CB处在什么状态 只要质数的控制端为有效电瓶 技术器就可以进行 植数的操作 也就是只要这里控制端为有效电瓶 输入的敌信号就被植入技术器 以一部相对应的 就是同步植数端 同步植数端指的是 不但植数控制端为有效电瓶 而且必须有CB处发炎到来 才使得技术器植数 那么这里仍然是要想植数 必须有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就是植数的控制端 一定是有效电瓶 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有CB的处发炎到来 这种操作才能够完成 因此一部植数和同步植数 它的一部和同步 仍然是描述的是 植数的这种功能和CP有没有关系 和CP无关的植数功能 叫做一部植数 而和CP有关的植数功能 叫做同步植数 因此我们在读任何一个 基层电路的图的时候 我们必须知道 它的植灵端是一部植灵呢 还是同步植灵呢 它的植数端是一部植数呢 还是同步植数呢 这在使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好下面呢 我们还回到刚才的那个方框图上去 74161 除了有CP和Q的输入输出之外 我们还看到了它的一些其他的输入信号 我们分别来看 它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信号 首先CP是技术脉冲的输入端 CR反 是清零端 是给技术器的清零端 反表示低电瓶有效 LD反 是直输控制端 LD反是直输控制端 是低电瓶有效 S1和S2是选择输入端 就是这两端是选择输入端 第三道D0 就是这一组信号 是数据输入端 就是当着技术控制端 有有效电瓶 这个时候 在一定的操作下 就可以把这个数 直到74161里边的处发器的各个位里边去 Q3到Q0是状态输出端 QCC是一个输出信号 它的表达是Q3与Q2与Q1与Q0与S2 当它们全为1的时候表示有进位输出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74161的功能表 这是74161的功能表 在讲功能表之前 我要说一下功能表的重要性 在我们使用中规模基层电路的时候 一般 在不必要的情况下 都不去读内部的电路图 而只通过功能表 来了解这个技术器 它的功能 在功能表里边 应该描述出技术器所有的功能 那么我们就通过读这个表 来看一看 怎么去看技术器的功能 首先看第一行 凡是打叉的 表示信号是任意的 当着CP为任意信号 LD反为任意信号 S1 S2 D3 D2 D1 D0 都为任意信号的时候 技术器 清零 那么从这一条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清零端 就有最高的优先权 当它出现零信号 也就是有效电瓶的时候 无论其他的输入端 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它都给技术器清零 而由于 无论CP是什么状态 它都清零 所以这是一个 异步的清零端 看第二行 第二行 首先的条件就是 清零端为无效电瓶 就是逻辑的一 而给 支数控制端一个 有效电瓶零 这时候 不管S1和S2 是什么样的信号 当这CP脉冲 到来的时候 处发器的状态 就等于它的数据数端 我们看它是暗卫相等的 第三信号 直入F3 第二信号 直入F2 第一信号 直入F1 D0信号 直入F0 所以它把数据 数据端的信号 送到 处发器里边的去 那么从 这一行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不但在LD反上 出现有效电瓶 而且 必须是在脉冲的上升延 到来的时候 它才有 直输的操作 所以说明 74161 它具有 同步的 直输功能 所以第二行 描述的是 它的同步 直输功能 第三行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当这 清零端 直输控制端 都为无效电瓶 而且S1和S2 都为1的时候 这时候 计数器计数 它是一个 四位二进制的 加法计数器 那么 这些信号 可以处在任意状态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 计数器的 处发炎 是上升炎 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 它有计数功能 这是第三行 所要描述的内容 就是它进行 二进制的 加法计数 而后两行 我们可以看到 C2反和LD反 一定处在 无效电瓶 而S1和S2 只要里边 有一个为0 这时候 计数器 都处在 保持的状态 这就是 第四行 和第五行 所要描述的 就是 这个计数器 还有保持的功能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说对于这个74161 这个计数器 它是有一步清零 同步 制数 可以进行二进制加法计数 具有保持功能的一个计数器 我们可以把这个功能表简化成为下边的表 这是简化之后的功能表 在这个表里边 我们更清楚的看到 它具有一步清零功能 同步 制数功能 二进制的加法系数 和保持功能 这就是74161的特点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 基层电路 这个是一个型号为74LS163的同步 四位二进制加法计数器 那么从这个方框图上 我们不能看出来 它和74161究竟有什么区别 因为它也是一个 四位二进制的加法计数器 它同样有这样一些输入端 对于这个电路的分析 只能通过对它功能表的分析 来看它和161的区别 所以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功能表 这是74LS163的功能表 从这个功能表 大家和刚才所读的那个161的功能表相比 只在第一行上产生了变化 161在清零端有有效电瓶的时候 不管CP是什么都会清零 而163的特点是 只有在清零端有有效电瓶 并且CP有处发炎到来 才给处发系之力 所以它的功能是具有同步的清零功能 第二行 是同步的智术功能 可以进行二进制的加法智术 而且具有保持的这样一个功能 好 我们总结一下它的功能 有功能表可以知道 74LS163是具有同步清零 同步智术和保持功能的技术器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 说它是一个二进制的四位二进制的加法技术器 好 下面呢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四位二进制的加法技术器 给它集联扩展 这就是它集联扩展的情况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它把这类信号QCC QCC它是这个所有Q端的余 在余上 S2 也就是说QCC等于Q3 Q2 Q1 Q1 Q0 S2 当这些信号都为1的时候 把这个信号接到了高一位的S2 S1上 刚才那表里头已经表明 只有当S2 S1都为1的时候 它才技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低四位的技术器 这是高四位的技术器 用低四位的 记位信号 去控制高四位是否技术 只有当这低四位 记到了1111的时候 高四位才开始技术 才可能技术 再来CP脉种 它就加1 而且为了使它保持更多的功能 就把低位的两个S端 接在一起作为S 把两片的清零端 接在一起作为总的清零端 把两片的直数控制端 接在一起作为总的控制端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 八位的二进制加法技术器 而且具有多种功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有哪些功能 我们把上边 集联扩展之后的 八位二进制加法技术器的功能 总结一下 它仍然具有同步清零功能 同步质数功能 技术和保持的功能 所以由以上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我们合理的集联扩展之后 可以使得技术器 保持原来所具有的各种功能 下面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种 集成的技术器 就是形化为 七次LS191的 同步四位二进制 它是一种可逆技术器 什么叫做可逆技术器呢 就是既可以做加法技术 又可以做减法技术的技术器 就称为可逆技术器 那么既然它既可以做加法 又可以做减法 就必须加控制端 来控制它的技术规律 七次LS191 它的控制过程是这样的 它引出一个叫做M的端 用M端的信号来控制 技术器的技术规律 当然这M等于零的时候 做加法技术 M等于一的时候 做减法技术 由于说是同步的 二进制技术器 所以对于DRIV 它既可以实现加法 这一部分就是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在前面分析 同步技术器加法运算的 T端的信号的写法 现在要加上条件 是M等于零 M等于零 那么M反就是一 当M等于零的时候 这一下没有了 那么它将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技术 那么它就是二进制的加法技术 而当在M等于一的时候 M反就是零 这一下没有了 它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形成的规律去技术 这就是二进制的减法技术器 那么这里要注意的 DRIV总是来一个脉冲 翻转一次 所以应该把它介一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方框图 这就是七次LS191的方框图 在这个方框图里边 它也有选择输入端 有质数控制端 有数据输入端 还有一个就是加减控制端 M 从此之外 它有四个状态的输出 还有两个输出端 一个输出端就是QCR反 一个输出端是QCCQCB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达式 QCCQCB 表示的是进类或者戒类信号 当M等于零的时候 这一位就没有了 那么 只有当着Q3Q2Q1Q0都为一的时候 这个信号才为一 所以它是一个进类信号 而M等于1的时候 这一项没有了 它就等于Q3反 Q2反 Q1反 Q0反 那么这是一个戒类信号 再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表明 当着S选择输入端 给有效电瓶的时候 而且 有进类或者戒类信号 那么 QCR的反 就等于了 CP反 的反 CP反 的反 那就是CP了 所以 QCR反 它是可以作为 集联扩展时候的 高位的技术脉冲 我们看这样一个结论 QCR反 在集联扩展的时候 可以作为高位片子的 技术脉冲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读一读 它的功能表 这就是 74LS191的功能表 看第一行 第一行表明 当着 技术控制端为0的时候 不管 CP脉冲为什么 也不管 S反 M是什么 它都把数据 输入端的信号 植入技术器 所以 这一条表明 它有一步 智术功能 一步 智术功能 也就是智术功能 和CP无关 再来看 它是怎么进行 加减运算的 当的 NRD反 给无效 电评 而S反 给有效 信号 都是0 它是靠 M来控制的 当M为0的时候 它做 加法技术 M为1的时候 它做减法技术 再看这里 当着 直输控制端 为无效电瓶 选择控制端 为无效电瓶的时候 不管CP如何 M如何 它都处在宝石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总结这个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下面的这样一个 更明确 更简化的一个功能表 就是 就是它有一步直输功能 当着 LD反 加 无效 信号 S反 加 有效 信号 的时候 通过M 控制 它的 加法 技术 还是 减法 技术 不管 CP 为什么 当 LD反 和S反 都给 无效 信号 的时候 它处在 保持 状态 所以这是一个 具有一步直输 具有保持功能的 可逆 二进制 技术器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状态转换图 这就是74LS191的 状态转换图 首先看状态排列的规律 是Q3 Q2 Q1 Q0 打一斜线 上边是它的输入信号 M 下边是它的输出信号 QCC QCB 这是一个信号 好 我们从初态为000 看起 首先看外边这一圈 外边这一圈的箭头 这一圈的箭头 表明是M等于0的时候的情况 M等于0 它做的是加法运算 所以 它的次态是0001 0010 0011 0100 一直到 1111 注意在1111的时候 它的输出信号为1 也就是这一项为1 下面呢 我们来看里圈的情况 里圈它的特点就是M都是1 它是10001 它是10001 它的输出信号 来一个脉冲之后 它变成为1111 注意 0000的时候 使得它的输出 也就是这个 等于1 也就表明有借位信号 再来一个脉冲 变成1110 再来一个变成1101 来一个脉冲 转换一次 最后到0001 再来脉冲 回到0000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M对技术规律的控制 而且也可以看到QCC和QCCQCB 这个信号是在什么时候为1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74LS191 是一个具有异步直输功能的 同步二进制的可逆技术器 对于这里头的同步是指的处发器的处发脉冲来源一样 而这里头的异步指的是知数功能和CP无关 好 下面我们就看 用74LS191怎么进行集联扩展 这是用两片74LS191构成八位可逆技术器 这是高四位 这是低四位 这样的一种方法 是把M接在一起 把它的LD反接在一起 作为两片共同的指数控制端 D信号引出 低四位为D0到D3 高四位为D4到D7 他们的Q信号 D4位是Q0到Q3 高四位是Q4到Q7 要注意的 就是高四位的处发脉冲来源于D4位的QCR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QCR的特点 是当着有界位和G类信号的时候 它这一点等于CP脉冲 所以可以用它来作为高四位的技术脉冲 这是一种集联扩展的方法 要注意的 要把它们S端都接到有效电瓶上去 再看一种扩展方法 这个扩展方法 它是用这个近位端 界位端出现有效电瓶的时候 来控制选择输入端 选择输入端为无效电瓶的时候 它就不计数 而一旦有了界位和近位信号的时候 它就使得选择输入端处在有效电瓶 从而使得高四位可以有技术脉冲 达到技术的功能 这两种方法呢 有所不同 但是它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这样扩展的结果 可以得到下面的功能表 扩展成的八位可尼技术器 它仍然有异步的直输功能 靠着M来控制它的加法技术和减法技术 下面我们就来看 集成的实进制技术器 这是第二个问题 集成实进制技术器 我们也分别来介绍它的异步技术器和同步技术器 第一个异步实进制技术器 这是型号为74LS290的叫2510进制技术器 它的内部有一个二进制技术器 一个五进制技术器 把它们相接就构成实进制技术器 所以叫做2510 不看这一部分 底下这一部分 这个连线不去看它 这是一个单个的处发器 是一个剃片处发器 所以它是一个一位二进制技术器 这一部分所构成的 就是我在前面讲到技术器分析里边的 异步五进制加法技术器 好 再来看这个端 R01和R02是通过一个雨飞门 接到各个处发器的RD反弹器 所以这两个信号 同时抽现有效电瓶的时候 使得RD反弹 有效电瓶 把它们都清零 再看这个 S91和S92 也是接一个雨飞门 接到各个处发器 但是它不是都接到直零端 有接直零端 有接直一端的 它使得处发器直成为 1001 1001转化成实进制数是9 所以这两端是直九端 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它的构成 它是由一个一位二进制技术器 一个五进制的加法技术器组成的 所以称为二五十进制技术器 R01和R02是直零端 高电瓶有效 S91和S92是直九端 也是高电瓶有效 下面我们来读它的功能表 这就是它的功能表 从功能表里边 看这样两行 就可以知道 当个直零端 作为有效电瓶 不管CP如何 也不管直九端 直九端注意不能出现有效电瓶 直九端 至少有一个不是有效电瓶 那么都会给 技术器直零 这两行 当个直零端至少有一个为无效电瓶的时候 直九端两个为有效电瓶的时候 不管CP为什么 它都把技术器直九 可见 直零端和直九端 都是一步端 它们是一步的直零端 它们是一步的直九端 而在下列的情况下 也就是直零端里边至少有一个为无效电瓶 直九端至少有一个为无效电瓶 那么就有四种不同的组合 在这样情况下 它们都做技术 都做技术 74LS290 是一个具有一步直零 一步直九的 二五十进制技术器 下面我们来看它的方框图 这就是它的方框图 这里注意 CP0指的是一位二进制技术器的除发脉冲输入端 CP1是五进制将法技术器的技术输入端 这两个都是它们的一步直零端 这是它们的直九端 这是状态输出 当我们想把二五十进制技术器 接成为一个十进制的加法技术器的时候 应该按照如下的接法 把Q0接到了CP1上 也就是把一位二进制技术器的Q端 接到了五进制加法技术器的CP端上去 这就构成了一个十进制技术器 下面我们来看 74LS290接成十进制技术器之后的状态转换图 这就是它的状态转换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十个状态是有效状态 形成有效循环 技术的规律是从0000到0001 0010 0011 都是在每来一个CP脉充加一 最后到1001 再来一个脉冲 返回到初态0000 由于它是由四个处发器构成的 所以它有六个无效状态 当它由于某种原因进入无效状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进入到1010 那再来一个脉冲 它变成1011 再来一个变成了0100 这就进入到有效循环中去了 同样的 假如 1100状态 经过两个脉冲之后 它就进入到有效循环里面去 当这出现了1110这个无效状态的时候 也是经过两个脉冲之后进入有效循环 所以它所构成的是一个能够自己动用的 实进制加法技术器 我们讲的这个74LS290 它只有直9的功能 而型号为74LS196的这样一个25实进制技术器 它具有预制数的功能 它的直数可以给四个处发器 值从0000到1001任一个数值 这就是一部的实进制技术器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同步实进制技术器 这是同步实进制技术器 74-160的方框图 从方框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清零端 有直数控制端 数据输入端 选择输入端 这是它的技术脉冲输端 这是它的状态输出 所以仍然是这样一个问题 仅仅从它的方框图上 是无法知道它的各个输入端的控制关系和特点的 那么我们应该通过来读它的功能表 了解74-160的特点 就看第一行 当它虽然反为有效电瓶的时候 不管其他的输入是什么信号 不管CP处在什么状态 都给技术器清零 所以它具有一部清零功能 再来看第二行 当它清零端为无效电瓶 而直数控制端为有效电瓶的时候 CP处发言到来 就会使得数据输入端的数据 直到技术器里边去 所以它有同步的直数功能 再看第三行 当它清零端和直数控制端都为无效电瓶 而且选择输入端都为有效电瓶的时候 技术器技术 在这样两种情况下 也就是选择输入端有一个为无效电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它的特点 74160是具有一部清零 同步之数 具有保持功能的实进制的加法技术器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实进制技术器实距图的试验演示 这是一片 型号为74LS190的基层技术器 是一个实进制的加法技术器 我们可以通过用五宗试波器来观察 技术脉冲CP和各个处发器Q端的波形 下面我们来看试波器 试波器的最上端的波形 是技术脉冲CP的波形 这是最低位处发器F0的波形 这是F1的波形 这是F2的波形 这是F3的波形 我们从这个波形上很清楚的看到 当第一个CP脉冲到来之前 四个处发器都处在零状态 是00000 第一个脉冲过后 变成了0001 第二个脉冲过后变成0010 第三个脉冲过后变成了0011 第四个脉冲过后变成了01000 第五个脉冲过后变成了0101 第六个脉冲过后变成了0110 第五个脉冲 第七个脉冲过后变成了01 第八个脉冲变成了1000 第九个脉冲过后变成了1001 第十个脉冲 它还原为 00000 我们可以看到 十个脉冲成为它的一个周期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 就是同步的双时钟可逆时进制技术器 它的型号是74LS192 注意 它有两个时钟输入端 其余的端和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功能是相同的 这两个时钟输入端 一个是加法时钟脉冲 一个是减法时钟脉冲 它是靠着给时钟脉冲不同 来决定这个电路 按照什么样的规律技术的 它的输出端QCC反 是这类脉冲 它的表达是在这里 而它的另外一个输出 是借位脉冲 这是它的表达式 双时钟 实际上就是指的 这个技术器有两个时钟输入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两个时钟输入 怎么控制它的技术规律 这就是74LS192的功能表 我们还是一行一行的来看 首先看第一行 第一行当着清零端为有效电瓶 不管其他的输入端 被什么样的信号 都给技术器清零 所以它表明 74LS192具有一部清零功能 再来看第二行 第二行当着清零端为无效电瓶 而植数控制端为有效电瓶的时候 不管CPU和CPD是什么样的信号 都给技术器植数 所以它具有一部植数功能 再来看这一行 这一行表明 当着减法技术脉冲 为一的时候 加法技术脉冲的上升员到来 使得技术器按加法技术 而当着加法技术器 技术脉冲为一 减法技术脉冲来上升员的时候 它按照减法技术 最后一行表明它有保持的功能 这样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它的功能了 74LS192具有义部清零 义部植数及保持功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的时序图 这个时序图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 CPU和CPD是怎么控制技术规律的 当着CPD处在高电瓶 而CPU给连续脉冲的时候 它按照加法技术 从0000到00001到0010 一直寄到1001 而如果它的加法技术脉冲 处在一减法有脉冲来 这时候它按照减法规律技术 来了脉冲 000000来一个脉冲变成1000 再来一个变成1000 一直到10个脉冲又变成0000 从这个时序图就可以看出来 双时钟的可逆技术器 是靠着时钟来控制技术器 做加法运算 还是做加法技术 还是做减法技术的 在这一讲里边 我介绍了几种不同型号的技术器 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分析 主要是要求大家能够掌握 读技术器功能表的方法 我们在使用中规模继承电路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是不需要读它内部的逻辑图的 而只要通过读功能表 来总结它的功能特点 就可以很好地使用它们了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清零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种叫做异部清零 一种叫做同步清零 知数端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种是异部之数 一种是同步之数 那么这里的异部和同步 指的是它们在进行这种操作的时候 和CP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称为异部 而有关系的称为同步 下面我们留息提 这一点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